Bobby 來到高雄市壽山動物園的台灣黑熊區 可能是因為天氣不錯 也可能是知道有鏡頭在拍他 黑熊Bobby可是特別精力旺盛 還冷不防來了個讓網友都驚呼的 戰力絕招 身長原本就有180公分的Bobby 一站起來可是會超過200公分 而這樣的可愛瞬間就被網友拍下 PO網引發討論 直說姿勢就跟人類一樣 根本就像立正帳號 還一度懷疑是不是公讀生假扮的 以前沒有 之前沒有 所以剛剛看到有覺得 很驚訝嗎 很厲害 很厲害 對 好像有訓練過這樣 引發討論的熊熊站起來的這一幕 讓許多網友推文表示 真的是瞬間笑翻 太可愛了 教練市長陳菊也在臉書上發文 直說高雄的熊是真的熊辣 不是公讀生 而且在高雄是不允許不安全的打工 即使會得奧斯卡獎 巧妙搭配了時事電影梗 如果真的是要請公讀生的話 他必須要克服這個 聚高症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平台非常的高 而且也非常要頂著這個 踏太陽也是非常炎熱的 所以這個絕對沒有公讀生 這絕對是百分之百 這個架槓的黑熊 當然不只高雄的黑熊 會站得直挺挺 國外也有網友 捕捉到黑熊站立的畫面 而且這隻黑熊 他不只會站還會走路 看看他平穩的往前走了好幾步 真的就跟人類一樣 可愛的模樣讓大朋友小朋友都小和和 記者 沈沈益 張欣益 A3G小組 高雄報導